楊老闆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餐饮创业 你是不是先把你们这个家族介绍一下 我爷爷他们国民党就是跟大陆那边的那个共产党在打仗 结果就是因为打输之后 然后就是推到缅甸那边去 后面就是那个什么 在缅甸那边认识了我奶奶 然后就是从那边跟我奶奶一起推到台湾来这边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在那边结婚了 应该是没有 应该就是像他们打仗这样子 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可能就认识了女孩子 可能也没有办法 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这样子办婚礼 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打仗的时期 那时候政局还不稳定 对政局还不稳定 然后后面到了台湾 反正那时候的时空背景就边打边退 最后就一起退到台湾 对 然后你们就被安置在清静这里 是 对 那你个人是怎么样这个接触餐饮业 我个人结束餐饮业是因为我家本身在早期 应该我家的餐厅那个时候早期有 应该算到现在应该有三十几年 三十年有了 所以你爸妈那一代就开餐厅就对 在清静 在清静就已经开餐厅民宿了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餐厅的师傅 他们就跟我妈妈他们在讨论就是说 餐厅要做云南餐 就是我爷爷奶奶他们那种特色的餐点 家乡菜 家乡菜 然后来呈现给客人这样子 然后就用这种方式来去经营这个民宿 到了后面之后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本身也不爱读书 然后就是退学之后就想说 还是要出来外面工作 结果后面就工作有做过Seven 做过一些服务业的都有做过 只是说到后面还是选择厨房的职业这样子 所以你主要厨房是在家里跟那个厨师学就对 对 因为我后面在家里学的时候 只是学稍微的基本功 后面我有跑出去外面学了一两年 就是学一些不一样的菜 然后后面回来清静之后 就是有把我所学到的 然后后面再自己过来这边开餐厅这样子 对这份工作就是很热心 然后主要是说 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是因为说 看到客人吃到我们呈现出来给他的菜 就是让他们觉得很满意 对我来讲就是有那种成就感 好那你曾经还当过火航兵 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组那个部队 那个大锅的跟你现在开餐厅的这个 这个差别 因为其实是不太一样 因为火防兵他这种类似就是大锅菜 只要东西有熟味道有到位 其实跟我现在做的是没有办法去融合一体 当兵最重要就是要吃饱嘛 对 所以就是份量够 至于那个精不精致就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讲究 因为其实你们时间非常有限对不对 时间对时间有限对 你们那时候就是一样五六点就起来 我做的火防兵是专门结教招员的 所以我们一餐基本上煮 我煮给那个教招员一餐的话 都是煮差不多1300个人的份量 然后你们编制有多少人 编制有八个人 八个人要煮一千 八个火防兵 哇那很超耶 要煮1300个人的菜啊 是 那不是一整天都爱忙 一餐的时间都 差不多在煮一个小时半左右就结束了 我在当火防兵的时候 其实他们那个菜 基本上都是不用我们去切 其实基本上是从那个当兵的那个复工站出来的 所以他的菜都是基本上都是切好的 所以等于是说 菜拿来了 我们就是调味 然后开始煮这样子而已 其实不用到太多的前置作业 就半成品 对几乎啦 他帮你料理前半段 那你后半段就是直接加热或炒 对是 可是你觉得这段时间的历练 会不会对你后来经营餐厅有帮助 因为毕竟在军中还是非常讲究效率嘛 有这个有差 咖啥会很快的对吧 好那后来是怎么样走到自己找店面 自己去经营这个餐厅 因为本来之前本来都还是一样 是在我们的那个餐厅工作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生意量也没有到说很好做 后面我们就 我们自己的餐厅就 就是转租给一个财团的老板 之后我就想说 是不是应该差不多自己出来开店了 后面我就在情境这个地方问一下 看有没有地方可以租的 后面就刚好就问到这个区块 电子团这个区块 我们就开始经营了 经营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四年了 好当你在经营之前 你有没有先到清静附近的云南菜 先大概品尝一下 比较一下你的口味 跟你的这个技法跟他们的差别 其实也是有啦 陆陆续续就是也是都有去吃 可是不会说很刻意的去吃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煮出来东西 味道是真的是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煮出来的口味 真的是不一样 只是说我们在经营这段期间 当然是也是有客人会说 东西太辣 或是东西怎么样 比如说太咸太辣 我们这个我们就慢慢去改 慢慢去改善 然后开始去抓客人的味道 就是客人的要求 你们就也是要参考 慢慢改进 因为如果以真正的云南餐来讲 现在的人是没有办法吃的 因为都是太偏辣太重口味 所以我们就慢慢稍微改善 虽然贾南庆典是有些 我们山上的一些长辈 他们有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的菜没有到很道地 可是我个人觉得 我会觉得说 基本上我这些东西做出来 我是要呈现给客人的 大众口味 大众口味 我是要融合大众口味 所以我不能说坚持那个 太重口味的味道 因为其实现在出来玩的 大多数都是带小孩子出来 所以带小孩子出来 你也有些东西 不能说太传统 因为他们会觉得 太辣太麻太酸 小孩子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就以一些客人的味道 来去改善一些口味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你们做盒菜 是不是客人多的话 是不是他也会想要点他们熟悉的菜 变成你们还是要加其他的菜系进来 不能真的只有云南菜 我们做的那个餐点就是说 像团体的客人的餐点 跟我们那个现场客人来点的餐点 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团体的客人的话 就是说还是有些搭配一些台菜进去 对啊 因为大家比较熟悉嘛 对对对 散客就是真的会想要来吃云南菜就对 对他会真的会 散客的话基本上来我们这边的话 都是吃我们的云南菜 所以你这样算蛮厉害的 你自己都有观察到这个差别 团客跟散客的这个差异 团客他进来这边吃饭 他是吃完了 他吃饱了要马上走了 当然是说你的味道也不能说 好像就是随便给他们 当然也是这些东西 品质当然也是都要顾到 像比如说我们这边 我们这间餐厅的客人 基本上来吃 来我们餐厅吃的话 都是要吃我们那个搏鸡饭 就是一个竹席 他里面的 里面的菜就是云南菜融合 在那个竹席里面 他就是一盘大盘的菜 这样子出来给你们 所以这是你们的招牌菜 这是我们的招牌菜 对 就一大份竹席 这样子多少人吃 我们有分大中小份 小份的话是 二到三人 中份的话是四到六人 大份的话是十到十二人 组合菜 因为本来我们是一开始 在前面我们有在做 这个料理的时候 本来我们是只有呈现大份的 后面有很多 两三位的客人 他们都进来都跟我们讲 有没有小份的 开始我才自己慢慢改之后 我才觉得说应该要 做小份中份给客人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你说你经营了四年 那其实你疫情那几年 也在经营这里 是我两波都有遇到 第一波遇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三个月 几乎都完全没在做生意 对啊 就三级警戒 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 人生就突然很黑暗 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还好 当然会担心 一定会担心 因为创业的时候 我自己的父母亲 也有帮忙我 也有帮忙到餐厅 这块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的压力 不会那么大 可是在于 比如说了钱这个部分 可能我爸妈他们压力比较大 对我是没有去承受到这个压力 可是这些压力都被我爸妈 他们去承受掉了 所以他们有资助你 所以他们比较 会比你担心就对 对 不要让我们小孩子担心太多了 所以这样讲你还是算蛮乐观的吧 怎么说 其实已经坐下去了 就是要坐到底了 也不能说半途而废 是不是山上的小孩 就是有这种特性 其实不一定 其实我觉得说 我要看人 像我们附近的部落 其实有些原住民 都很喜欢吃我们的菜 因为我们菜蛮特别的 跟人家不一样 其实原住民 他们就喜欢吃重口味 因为做农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这边 做出来菜色 其实也都蛮 蛮适合他们的 就是要很配饭的那种 对 这样四年到目前 为止你觉得顺利吗 有没有苦境甘来的感觉 有 就是在遇到疫情的时候 怎么会搞成这样子 然后整个好像 整个情境都完全没有人 然后 哪里也不敢去 只可以待在情境 哪里都不能去 然后就觉得 这个疫情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其实疫情一过 那时候就是 那个什么 在封的时候 封了三个月 封了将近三个月 过后 然后也是等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然后 那个客人才有开始慢慢游 然后我们又 这边又开始就是 进来都要戴口罩 其实我们自己在做生意的人 我们也是会怕说 被客人传染还是什么的 出去外面也是怕被人家传染 其实客人的量都有越来越少 后面疫苗出来之后 大家都开始施打之后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客人的量 有开始慢慢回稳 所以现在有没有回复到疫情前的 那个游客量 有 有啦 有 有慢慢开始回来的 而且亲近好像还有个问题 就是山路嘛 因为有时候台风天 如果路断掉 就可能会封一段时间 对不对 对 所以它还是因为这个海拔太高 所以它有一些高山的一些困难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我们看到表面上 这么繁荣的这个观光 对对对 你这个事业稳定之后 会不会想要再开分店 或是怎么样 有啦 有曾想过 有想过啦 生意是这样子啦 其实还没有到一定的稳定的状况下 还不敢去做太多事情啦 当然是也是想要再多开几间分店啦 不这样讲 我们来讲这个餐饮创业 好像最根本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因为厨师你要从早忙到晚上 对啊 因为其实做厨房是真的是蛮累的啦 对啊 而且还有油烟的问题啊 对 做了那么久 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慢慢 就是已经不再炒菜了 就是交给下面的人下去做 找师傅就对 找师傅下去炒 就是我自己不炒了 我就等于是帮忙后面切菜啊 备菜这样子 因为像我爸妈他们也是跟我讲说 尽量就是不要去炉子上面炒菜啊 就是你要变成老板的思维 不像以前厨师什么都自己做 老板就是开始要请人 开始要分配分工嘛 对没有错 所以你要花更多时间在餐厅的经营 讲一下你跟你太太怎么分工 她就帮你负责前台吗 对她帮我负责外厂前台的部分 那你就管厨房 我就是盲厨房 料理的这一块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再去做处理的 做一个SOP流程交给下面的人 他们就是照着我的方式下去做 这样基本上他们炒出来的味道跟我的味道不会差太远 品质在一定 不稳定 品质 把品质顾好 不要说客人下一次来说 说这一次怎么味道那么淡 这次味道那么咸 这样子 好我们最后来讲 如果你当年会念书的话 你觉得你的人生会不会跟现在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还好 当然会觉得说做这个行业很累 我不会去想说我以前如果好好读书 会不会没有做这个行业 没有 其实因为其实我对于这个行业 我很热心的在去做 很强烈的那个热心在做这个行业 所以我基本上可能就做到老 才有可能会慢慢退掉这个行业 基本上我是不会 不会那么轻易把这个行业放掉 因为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对啊你非常享受这个炒菜丸 给客人吃完的那种成就感 对对 那这种好像跟念书不念书都没有什么差别 对对 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对啊它就是个记忆 对对对是这样子 好那你自己也有小孩 有 对 那以后他们如果走你这条路 你会不会希望他接棒 我不太小孩子去接这个行业 如果他要接 我可以给他接 可是我不愿意让他们去做厨房的工作 我可以让他们去学习 会怎么去经营一间店 可是我不会去让他们去进厨房去工作 我宁愿厨房交给其他师傅 我也不要让我小孩子去做这个行业 因为其实做厨房真的是蛮累的 做餐厅也真的很累 只是说小孩子长大 还是要让他去了解说 怎么去经营一间店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做餐饮做店长就好 但是不要做厨师 对不要做厨师 因为你深受其害 对 你现在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就是从年轻的这个操劳到现在 其实我倒还好 因为你才30岁还年轻是不是 当然会 后遗症是没有 后遗症是还好 只是说 客人如果很多的时候 站在那边工作 可能站了七八个小时 甚至于九个小时 站着工作 可能脚会酸而已 其他的都还好 到处还好 其实都休息一下 睡了隔天 体力又有了 又还可以继续做 所以你现在感觉 还不是很明显就对 现在还好 你还算壮年 30岁 好 谢谢我们杨老板 谢谢